臺北市政府 文營院的事情還會不會發生 我想文營院的事情發生 它不完全是法的問題 對啊,不完全是法的問題 它還有的是執行面的問題 執行面的問題,所以現在問題 就在這裡,你按照 我們現行的內政部 跟臺北市的建議修法方向裡面 你提高到十分之九 那文營院的事情 還是一樣啊,它還是符合門檻 它這個已經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相關的文營院的人都同意啊 所以你現在把原來的 三分之二把它提高到這個十分之九 還是一樣的問題,還是一樣碰到啊 不是嗎?沒錯 那同意的單元提高到二分之一 提出這個所謂的 都市計畫更新 概要,你這個相關的這個 更新單元的劃定,你二分之一 提高到二分之一,文營院的事情還是一再重演啊 所以兩件事情 是要分開來談 對,所以問題還是回歸到說 剛剛這個部長您所提到 這是執行面的問題嘛 那執行面為什麼會出問題 這個我聽到啦 這個台北市的都更處啊 這個也請麻煩一下 有一些問題就叫一下 我聽到有人跟我爆料 當時 岳陽建設 王家這塊他不畫進去 因為威力比麻煩嘛 他也明知道說王家他不同意 所以你硬把它畫進來啊 這個會延誤到他的一個進度 王家不同意 但是是我們這個台北市政府 要求說岳陽建設你要把王家畫進來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我說明一下 那個案子 本來這個就在都市計畫裡面 畫為都市更新地區 對 更新單元 當時王家不進來啊 市責在整個過程中 王家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不是啦 因為藍側的那一塊 有表示意見 這個 副處長你不要迴避問題 我的問題很簡單 我想存委員我沒有迴避 市岳陽建設當時跟 我只是舊華說明跟整個程序 整個過程中沒有迴避 包括 這個 在審議會裡面 市政府都沒有提任何意義 好 你要尊重立法院 好 保定 這個是一個問題 在執行層面 他現在還在講說王家不同意 你擬定相關的這個都市計劃更新單元的時候 十分之一的人提出 二分之一的人同意 王家從頭到尾啊 都沒有表達他同意喔 所以他在表達意見的時候 哪有說不同意就是他同意 這個對人民的這個相關的財產權的一個保護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啊 你沒有一個確定的法律程序 什麼叫同意什麼叫不同意 那沒有表達不同意就是同意 中華民國的法律可以這樣致意喔 這個台北市這個單位來做解釋嗎 從頭到尾到目前為止 部長你剛剛也提到 這是執行面的問題 那執行面的問題 為什麼 這個台北市政府都不追究責任啊 你同樣的法令 按照我們內政部現在修法通過 文靈院的事件還是一再重演 那部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新的法裡面 會把這個 同意的定義會定得很清楚 這個他表達意見的 這個所有的要件都會 都會定得很清楚 希望說 儘量不要再發生這樣的 那部長你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部長是對立法院負責 不是對郝龍斌負責 這時間要算一下嗎 我們當然是對全國民眾負責 執行 你剛剛所提到執行是出了哪些問題啊 你那一次啊 我們那個趙偉紀國棟在質詢的時候 你還特別點說文靈院這個事件 是居住不正義的這個表 這個表像 你是舉這個具體的個案耶 這個會議紀錄都有耶 所以你剛剛在講說 執行面確實也有問題要檢討 那到底執行面是哪裡有問題 你要講清楚啊 我想這個所謂的執行上面 譬如說 你就剛剛委員指教的 他沒有表達意見 到底是不是同意 這是一個很大的爭議嘛 那這個所有的這個房子都沒有拆完以前 這個這個就有預售了 那這個未來在我們新的法裡面 都會規範的非常清楚 所以假如這些東西都把它每一個關卡 都把它都定很清楚了以後呢 我相信未來不敢保證說不會發生 但是發生的機率一定會降低很多 另外還有就是資訊的不對等 就是說目前未來的新的法裡面 這個資訊的公開 會有一個專業的資訊單位 來協助所有的這個參加的都更戶 給他足夠的資訊 足夠的協助 我相信在新的版本裡面 這個精神都會反映在裡面 那個部長 是 台北市政府的這種態度啦 就是越洋建設這一種 這一種土匪的幫兇啊 這跟幫兇沒有什麼差別啊 哪有說台北市政府沒有站在 這個都更戶王家的一個立場 去為這些沒有參加都更人的權利來做把關 對不對 然後送來也沒有問說問清楚說 這個到底是同意不同意 也沒有告知這一個 去幫這個王家來審核他不同意的條件 到底是有哪些狀況 王家可以有理由不同意 然後也沒有禁我們公務人員該禁的相關的這個保護人民財產的相關的這個義務的一個責任 那你招下 反而假如按照我所聽到的 是說我們台北市市政府要求要把這個王家劃進來 那這個是更是可惡了 假如是這樣的話 所以我這個部長 從整個流程的一個檢視 這個不是只有單純門檻的一個問題 它是牽涉到說相關的這個權利 相關這個參與都更人人民的權利的一個保障 你包括王家前兩場的公聽會啊 包括這一個事業蓋藥申請前舉辦的公聽會 跟計畫核報前舉辦權利變化的公聽會 王家除了說後面第三場公聽會他有參加之外 前兩場公聽會他都沒有參加 所以他在整個都更的一個程序的前三分之二的一個程序裡面 他就已經被卡死在那邊了 他都不知道啊 啊不知道啊 講聽會 不然同意參加 所以到最後你在權利變換的時候啊 再來主張說那個時候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部長 我覺得 在整個概念上啦 這個都更條例的修法 這個其實門檻這個部分 當然 公辦都更的這個門檻 跟 置辦的這個門檻 當然這個 門檻要有一些差別的一個待遇啦 差別的一些規定 這樣是比較 能夠 保護到人民的相關的這個財產的一個規定 那 也不應該說啊 這個政府 部門的一個角色啊 就在整個公辦 在整個都更的程序裡面 不見政府的一個角色 這個才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必須是科語 主辦都更機關 或者是 這個進行相關這個 未來 假如說台北市政府 成立中心法人 或者是公司 相關的一個責任嘛 譬如說你舉辦公聽會 你都叫建商自己去辦公聽 辦辦的 拿來我們台北市政府來信 這算公務人員 拿那兩樣做的 是不是這樣 你應該是要付 這個應該是由 譬如說 你規定一個標準 幾戶以上要 台北市政府來公辦 這些聽證會 或者是公聽會 這樣才合理啊 你幫我建商自己辦 所有三次公聽會 都建商自己辦 辦到我們台北市政府 回到你 怎麼就有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相當不負責任的 這個部分 那 第二點 我跟部長就交了 還是公辦都更的這個部分 這個雖然是 民進黨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的一個政見 但是我還是要跟部長報告 國民黨對的政策 我們還是支持 你都更有一些修法的方向 是跟民進黨的一些想法 是一致的 這個我們會支持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像民進黨 講的 有關公辦都更 這個對的 正確的一個方向 我們也希望說 內政部能夠支持 我不曉得 部長的看法怎麼樣 我想對的政策 不管是哪個黨的 我們都會支持的 對啊 所以剛剛署長 在答覆委員質詢的時候 他提到說 我們這個 都更的這個科 大概十幾個人 那這個 這個人力也不足 啊對的政策 人力不足 那一句話就這樣 全部都準備了 你假如認為公辦都更 這個是不是 部長的看法 認為這個是應該要鼓勵 認為應該是方向要朝這樣做 這個部長同不同意 當然是 在新的法裡面 他會有公辦都更的一個 一個專門的一個 所以政府的政策也要朝這樣來做嘛 對不對 都更未來會有好幾個不同的方式 有政府發動 有民間發動 有這個 所謂的拉皮等等等等 都會定義的很清楚 對 所以我真的是跟部長建議的 其實這個部分也涉及到地方的一個執行的一個狀況嘛 那這個部分應該是由我們內政部來主導嘛 那中央政府的政策 假如是由內政部來主導 那相關的一個 不管是獎勵或者是規定 這個就要由中央政府統一來立法 假如說民眾 他願意參與公辦都更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給予民眾更多的一個獎勵 或者是說在整個競爭的過程裡頭 民辦的 製辦的這個都更 是不是也要有部分的這種公辦都更 他參與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機制 就是讓公辦跟民辦去競爭嘛 那這樣對民眾的權益才有保障啊 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在新的都市更新條例裡面啊 會有一條就是說 呃成立一個不管是財團法人或者是公益法人 或者類似像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中心這樣 會入法 那入法就是專門來辦這一件事情 未來會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啊 像這種地方政府這個部分 有關法令的一個鬆綁 或者是一些法令的一個規定 還是要我們內政部來做主導啊 沒有錯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入法 就是在新的都市更新條例裡面 那接下來我的時間是要一分鐘問一下部長 部長 你知道說我們最近啊 內政委員在關心有關中國中國人 把這個台灣人到大陸地區啊 到中國擔任公職相關的這個事項你知道嗎 昨天好像有開了一個會 你知道嗎 在總統府裡面有開一個會 我們是次長去參加的 你是次長去參加 是 那我提醒一下那個部長 裡面一百六十幾個啊 幾乎一半以上都是跟你有關的 都是擔任大陸的政協委員 跟我有關 為什麼會跟我有關 啊政協的你們在管的 這樣政府你們知道 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一國兩虛的那個嗎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主管官署是陸委會 但是開把這些任公職這些政協相關的這個機關 這個是你們你們那政部主管 現在還沒有現在是陸委會還沒釐清楚 在這裡的任務所裡 還沒有在這裡的存放 這次請集會